我前几天带过一下头痛的时候讲过了 就是泽泻跟福林两位要加起来呢 泽泻是最喜欢把血液里面的不要的水分勾走 就是血里面有痰,福林勾掉 泽泻把它勾掉的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呢,最近的这个什么 比较西医化的中医思考 也会认为说,如果一个人他是 他是什么心血管,什么开始阻塞 就会建议,就是有很多现在中医都会开 有泽泻的方子,说可以清血管里面的油脂 什么降低血脂肪之类的啦 不过呢,我倒觉得 我自己并没有很强烈的那种降低血脂肪的观点 因为,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台湾,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啊 就台湾这边是这样子 就是,可能早期吧 一开始的时候,所谓糖尿病哦 是血糖大概到300了才会让人觉得需要紧张一下 可是呢,因为台湾人的糖尿病很多都是爱担心的第二型糖尿病 所以用了胰岛素治疗效果都不好 就是说,比如说他用了长期吃这个胰岛素治疗的药物之后 他可能还是眼睛视觉退化的很糟糕 或者是性功能丧失,或者是大拇指溃烂要解肢 也就是说,因为糖尿病的第二型 你用那个胰岛素治疗的话 然后还是治不好 又觉得糟糕,糖尿病真的很严重 所以呢,血糖呢,150就太高了 然后到现在的话,就已经是 差不多超过100就已经说你血糖太高了 说你有糖尿病了 就这个标准就越来越严格了 那我自己学的哦,人嘛,对不对 血糖呢,低于50的话就会昏倒 超过600也会昏倒 那300再重新刚刚好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差不多差不多随便就好了 因为真正的这个糖尿病呢 它必须要沿着你一条绝阴经坏掉才算 就是沿着一条绝阴经 它的这个性功能坏掉了 或者是脚的大拇指烂掉了 就是确确实是绝阴病让你看到了 那这就是完美的糖尿病 那如果一条绝阴经的功能都没有坏掉的话 血糖高点低一点 我通常都放它过关 就是没有那么紧张的 就是你要口渴、尿崩、性功能丧失 视觉严重退化、大拇指溃烂 这个才是像样一点的糖尿病 那种不三不四不像样的血糖高 我一直会懒得理它啦 是这样子 那同样的哦 这个血脂肪也是这样一回事 就现在都会验胆固醇 而且还会分好的胆固醇和坏的胆固醇 对不对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 不分好坏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过去也不分好坏 就是日本有一个研究发现 我们现在台湾胆固醇是超过多少 大家就嫌多了 好像超过一百二一百五就觉得很多了 对不对 我的胆固醇是两百二两百三 这都是人家会觉得很多的 因为大陆是多少嫌多 还是你们大陆不流行找胆固醇的麻烦 总胆固醇 两百 两百一十六 我大概两百三吧 那都会被人家说你太高了 你会被说太高吗 红字啊 但是呢 日本有一个研究指出 胆固醇高于两百六的人 几乎没有人会得癌症 就是胆固醇刚好是癌细胞的天敌 那所以我就觉得胆固醇高 其实心脏病也不是胆固醇造成的 心脏病是血液里面那些其他黏的东西造成的 就是那也不是胆固醇 但是就算胆固醇容易心脏病的话 你想我是喜欢心脏病死还是癌症死 我宁愿我是享受美食 然后心一梗就隔屁了 我也不要在那边癌症多多拉拉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胆固醇两百三的话 医生说你已经红字了 我都觉得不够红啊 我很想得到时候死于心脏病 对不对 就是直接离开这个六体的这种 好像是就是至少是个商务仓嘛 对不对 但是呢得癌症拖得慢慢死 那是用脚走到北京的太痛苦了 就是 所以我的逻辑是觉得说 好像降低血脂也变得 好像没什么意思了 心情像是这个样子 那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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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